那这边的部分就是全部都是有学生自己去做社长 原住民专班职员和学生带领参加招生面试应试生和家长参观学校环境 少子化从即下各大专院校纷纷祭出就学优惠和奖学金 选校时家长除了考量自身经济能力 毕业后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更是家长和应试生关心焦点 全台有许多大专院校合并教 高雄一所大学反而在2月1号针对原专班扩大编制成学院 未来的院长台邦莎莎勒表示 一大原专班学生目前就有600多位学生 学员未来将会提供更完整的原住民族文化课程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强化我们学生对自己的族群文化的认识跟了解 包括社区部落传统以及自己的族群的语言 那这方面在过去是比较没有机会来介入这些课程的设计 参加一大原专班招生面试学生 大家都因为原专班有民族文化课程而选择就读 显示学生和家长渐渐重视各自母体文化 在全台各大众院校普遍缺身的情况下 原专班似乎逆势成长 这样的发展对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影响是好是坏 值得未来继续关注 记得巴兰高雄市采访报道